3m per second, altitude 7.4km 現在持續的減速 你可以看到好像有一些山脈 看起來好像山脈的東西已經出現了 他剛剛其實 我看一下 大家看起來這個速度其實很慢 因為他已經成功的從時速2萬公里降到 時速2.7到3公里 那個速度是比你走路還要慢的 對他現在速度到4.2公里 慢慢在降落 然後你可以看到地表上 越來越多那種很像地面的 山脈、隆起、台地、丘陵 越來越清楚 對蠻有趣的 然後都是紅圖 完全看不出來有紙 其實如果拿跟好奇號登錄的影片比較的話 你就會發現說 他這個影片其實拍的真的是非常非常清楚 很順暢啊 就是其實你跟地球上 如果你隨便丟個東西下來的畫面 看起來是差不多的 好像這邊應該是很接近地面 然後越來越看那個山脈越來越明顯 對 是現在畫面上看到這個黑黑的這個圓圓的嗎 沒有他其實已經瞄準的那一塊 這已經是那個什麼 在坑洞 對他已經在撞擊坑裡面了 那他這個坑洞超級大 超級大火星上的東西其實都蠻大的 我們等一下會稍微介紹一下 直接落在台北盆 對對對可以這麼說 可以這麼說 我們現在真的已經非常接近地表了 那一毛毛都是草嗎 不是不是 我已經知道目前沒有植物 都是一些 喔喔喔喔 這邊可以暫停一下 我看一下 再等一下下 喔可以這邊可以暫停 大家現在這邊可以看到很多就是氣流噴射啊 就是他的伊利號上面帶的8個反向火箭 因為他必須要把速度再進一步的降低 對避免他就是甩壞 所以現在看到這些氣流就是火箭在運作 風飛沙 對類似類似 超帥的 吹起來都是火星上的沙 風飛沙 我們繼續 風吹來的山 看到跟著sky cream 那現在他旁邊開的這兩個雙空是什麼 這個是 這是 我們再暫停一下好了 好暫停一下 這是伊利號的一個特別設計 因為 因為就是怕他太快掉下來 直接撞到火星地板會甩壞 所以他這次是降落的時候啊 他會 這個降落物體會一分為二 上面的是帶著這個8個反向火箭 然後他再覺得說我快要碰到地面的時候 他把真正的探測車就是伊利號本體 放下來 他變成是大家可以在影片上看到事情 他有其實是有 就是類似繩索在牽著 對所以就是變成是 上面在噴射的那個反向火箭 吊著下面的伊利號這樣是緩緩下降 然後 沿地了 剛滿全部剪斷 火箭飛走 然後伊利號就是幾乎用零的速度成功落地 這樣把撞擊力降到最低 我們可以就是 繼續看一下 好神奇 YES 這其實是很搞剛的降落方式啦 因為其實你看 地球上都是 你要嘛就直接摔進海裡嘛 不然就是像那個SpaceX他是可以自己回來 可能他就是想說好不容易要射到火星上面 絕對不能出任何的 對我不能有任何差錯 好 好 谢谢大家